不管是怎么样罚我 你们怎么骂我 我错了 白色一男子放生青岛夫 被罚款2.8万元 随意放生 最高罚款5万 前不久的一段时间 河南乳州两条恶绝扇闹得天翻地覆 可以说为了将这两条恶绝扇逮捕归案 是劳民又伤财 甚至把整个公园的湖水都放干了 很多人觉得这没什么必要 毕竟就两条鱼而已 闹不出什么事情了 但很显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恶雀扇对于水生生态的破坏力 那是降维打击级别的 就这两条恶雀扇 用不了半年就能把整个湖里的鱼 吃个干干净净一点儿不剩 甚至还能找机会逃出湖 来到开放水域继续活作飞尾 这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也是因为恶雀扇破坏能力诸实强悍 这才打动干戈的 就为把这两条怪鱼捉拿归案 但不是没有证明影响 也是因为为了围捕这两条怪鱼 搞得如此之大的阵仗 这才让更多的人了解入侵物种的危害 很多人可能快好奇 这恶雀扇怎么来的 肯定不能是凭空出现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种迷幻行为 放生 放生这个迷幻行为呢 算是由来已久了 从一开始的放生麻雀 放生耗子 到后来的放生各种鱼 放生蟑螂 再到现在 放生牛奶 放生矿泉水 甚至还有放生电子 鱼 我吸你全家 逐渐的像那迷幻行为 艺术大赛冠军的宝座笔记 但就是这么一个迷幻行为 导致入侵物种的急剧增加 前两天就又有人放生 把几条青岛夫 放生到了广西白色市 长壁湖水库 放生的时候呢 还念叨着什么 阿弥陀佛见者有福 能不能有福没准 但是小伙你肯定要面临一场血光之灾 那么青岛夫的危害究竟如何 对水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接着看 一天吃五千梅卵 鱼卵收割机 青岛夫究竟是什么来头 青岛夫学名 豹纹只身年 有很多的俗称 什么撞腰龙 琵琶树 垃圾鱼之类的 互相在南美洲 在鱼里面呢 属于长相清奇的 鱼身成半圆小 腹部扁平 外表皮坚硬 肉少还带有一股 非常大的土形味 可以说是狗都不吃 当初青岛夫被引进国内 是看中了他会吃 河底岩石上的青苔 而被用来净化水缸 但他吃青苔 可不是因为爱吃 而是因为没得吃 青岛夫在野外是底气生物 也就是潜伏在水底层 经常是吃一些 同样是底气生物 或者是河底岩石的青苔 青岛夫真正吃的 实际上是鱼卵 各种鱼类的鱼卵 只要鱼卵充足 青岛夫一天 能吃3000到5000枚鱼卵 甚至只是刚复化出来的 小鱼苗 都很难躲过青岛夫的毒嘴 并且由于青岛夫 身体外壳坚硬 国内很少有鱼 能吃得了它 再加上青岛夫的 生存力极其强悍 就算在岸上晒干了 但这并不是青岛夫的全部 青岛夫由于外壳坚硬 经常会划伤其他鱼类 而那些被划伤的鱼类 也会被青岛夫盯上 开始不停地吸伤口 阻止伤口愈合 受害者伤口感染死亡 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位受害者 直到水里面的小鱼小侠 都被他们祸害干净了 青岛夫就会转头 去吃水里的植物 像是水草荷花之类的植物 它们又不吃干净 但又会大片地咬死植物 福建都湖公园的管理员就曾说过 湖里的青岛夫太多 于是就会啃荷花吃 导致年年长势都特别的差 后来不得不请人打捞清理青岛夫 光捞就捞出了四五百斤 而这些故乡是北美的青岛夫 之所以能来国内水域 就全是托那些放生爱好者所赐 而那些放生爱好者们 究竟整个什么样的活 能让放生如此的人艳构陷呢 我们接着看 广西男子放生青岛夫 被罚款2.8万元 盘点那些奇葩的放生套路 近些年放生这个词 在网络上一直都有热度 最开始是被人诟病 乱放生各种干的动物 放生麻雀都算好的 有放生罗飞鱼的 有放生小龙虾的 甚至还有放生蟑螂的 更离谱的还放生鳄鱼 放的还不是养子 并且一直到现在 这种奇葩的放生乱象 一直就存在 像是现在在各种放生池里面看到的 不是巴西龟就是鳄龟 根本看不见真正的本土龟类 而那些龟龟肯定是要吃东西的 其他人放生到池子里的鱼 没鱼那就只能是 饿龟吃巴西龟了 毕竟巴西龟根本打不过饿龟 自始至终 巴西龟就都是饿龟的应急食品 而后来有一部分人 并不是为了放生而放生 而是自己喜欢养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 比如恶雀扇或者青岛夫 当恶雀扇长大之后食量大增 明显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 并且养了这么久呢 也不舍得弄死 恶雀扇也没法吃 怎么办呢 人合理吧 河南乳州恶雀山大概率就是这么来呢 而在后来 放生事件主战闹大之后 开始放生的就走野骆子 像他妈放生牛奶 放生矿泉水 甚至还有放生电呢 我怀疑你在垫鱼 并且我还真的有证据 看起来那就非常的离谱 危害呢就比那些放生外来物种呢 小了很多 但也不是没有 并且就迷惑程度来看 也远比放生外来物种更有观赏性 更离谱的就是把巴西龟往深水里扔 把海鲜放生淡水货 以及放生毒蛇 巴西龟 尽管是水龟 但依旧要依靠肺来呼吸 经常看见一帮人 拎着乌龟光光光往水里扔 就跟扔石头一样 完了那帮差点淹死的乌龟爬回来 这帮大馅儿还热烈盈眶的 哎呀 小乌龟回来赶安辣 这也就是欺负乌龟不会说话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